James里曾是乐队Royal Parrots的被私手 2015年6月与朋友聚餐时 被餐馆玻璃门意外压倒 左手腕断裂只有少部分皮肤相连 万幸的是后来被医生成功接回 不愿放弃音乐的James积极配合治疗 前后经历了6次手术并努力复健 不惜从被私手转学钢琴 然而就在事故发生的3周年 James于上周六在因此发文称 恢复情况不佳将再度面临解肢的危险 当天也是他的30岁生日 对比前段时间 韩依瑟医疗事故后议论的反应 James的经历更加令人无奈 玻璃门碎裂本就是餐馆全责 但这几年间 James多次向店主讨说法 均未得到正面回复 2017年2月 因无法承担正常的乐队工作 加之脑中仍有血块 James不得不退出乐队告别舞台 韩依瑟得到了大众的支持 和音乐的道歉及赔偿 工作和人生完全被毁掉的James 则只在娱乐版一闪而过 维权路更满满 事实上 Royal Pirates本身就命运多传 这支摇滚乐队成立于2004年 原名Fedding from Dawn 三位美籍韩艺成员 从小一起玩音乐 分别是Richard King Richard的弟弟Mu Kim 以及鼓手朱尹 2008年 队长Richard King 因车祸意外神故 乐队改名为Royal Pirates 并于2009年加入了被死守James Lee 毫无背景的Royal Pirates 开始在油管上积累人气 直到2013年才正式出道 对于韩饭来说 Royal Pirates相对冷门 队长Mu Kim 可能是最有知名度的成员 2014年 作为固定成员 出演过SBS综艺都市的法则 曾迷倒过一票女性观众 身高188的James Lee 也曾出演丛林的法则 并在全美超模大赛S21 韩国站拍摄时担任模特 Royal Pirates 2013年8月出道 至2015年发行了6张专辑 可谓十分活跃 James事故发生后 Mu和朱尹 以两人体继续乐队的活动 去年发行的一张专辑 参演了一档节目 Mu Kim和James Lee 均出生于1988年 今年30岁 朱尹出生于1989年 今年29岁 站在三次头的起点 介于明星和普通人之间的他们 又将预想怎样的未来